早安,要求你 最兼優質的得獎 就是我的家 跟太陽消息一樣 我們是經典地產的品牌 或經營理念 我想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理想 最初一段的我們有公開資訊 公平交易 利用現在我們的資訊科技 互聯網或現時的流動手機 其實都是令我們的客人 很清晰地知道物業究竟價值多少 市場是怎樣 在這麼競爭激烈的市場中 如何凸顯自己呢 以我們中原地產這麼多年 在市場中的競爭來說 其實公司是很專注的 我們都是做地產代理中介人的角色 就算現時我們有子公司 其實都是做一個中介人 即是預訂的 中原地產在香港市民的認識 我相信都是地產業務 而且以近年來說 中原地產發放公開的資訊 或者地產的常識 或者是專業的信息 其實中原在這方面 都下了很多心機 最後可否跟大家分享 獲得一路轉 我品牌大獎的得獎感受 和未來動向是怎樣的 中原地產得獎 其實對中原地產是一個社會的認同 我相信這次中原地產是十分高興的 未來的日子裡 中原地產利用在香港 這十多二十年的地產代理經驗 我估計我們做中國國內的發展 是作為一小貢獻的 謝謝陳先生 在這裡恭喜你們獲獎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 中原地產能夠繼續成為 大家的最愛品牌